多分钟今天上午新北市中和呢 六点多是发生了一起砍人的案件 换过方面可以看到当时被害女子走在人行道上 却突然遭到一名男子持刀连砍好几刀 当场倒地不起 那整个过程也吓坏了一旁的目击民众 是赶紧的报警处理 而事发地点就在新北市中和顶路上 情报后报也循现的展开追查 发现这名嫌犯他在犯案之后呢 是赶紧的将他的凶器以及外套 丢到附近的旧衣回收箱 再跑到永和一处旅馆变装制造断点 接着又提成机车逃到台北市大同区 那警方也在互报之后呢 在三小时内是循现的逮捕了的这名嫌犯 至于被害人呢 他则是呢右下胸有两公分的刀伤 左膝有五公分的刀伤 右腹部也有一处穿刺伤 并且是呈现昏迷的状态 好在经过紧急送医后 目前生命真相是稳定的 不过面对整个犯案动机呢 这名嫌犯目前是不发抑郁的 那警方也在制作笔录厘清当中 以上是我们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将时间尽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